這個地方 你會解籤嗎 我不算會 但是我對於這個解釋類的東西 我是很有興趣 那如果說文婉他去抽 抽到王昭君異漢帝 我就會勸他下一個一定會更好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比方說我現在就是小姑獨處 然後身邊也沒有人 結果夭壽 抽起來就是王昭君異漢帝 這代表什麼意思 可能你在潛意識裡面 可能有一些不愉快的經驗 其實被你 你覺得你已經忘卻了 對 但是其實還在你心裡的那個洞 還沒有完全撲 還在想著前夫 所以我還在療傷 止痛 那個痛還在就對了 對 就盡量要放下過去 然後往前看 說黑黑黑 這個好準 好 來 這個 其實廟宇的神職人員 其實變不好找 對 廖老師你有沒有找過廟宗 這廟宗有一次我們宜蘭的那個刊登的報紙 都在找廟宗 那一個宜蘭當地的記者還來採訪我說 為什麼那麼多人在找廟宗廟宗 那因為廟宗其實也很辛苦 他們五點就要起床了 就是說不管這個春夏秋冬 因為都要開廟宗 六點就要開廟宗 但是開廟宗之前他就要七星房 要競庭 對 那開廟宗 閨廟宗 真的 而且不是一般人能做 就是說他要持之以恆 這個開廟宗 因為廟宗三十五天沒有假日的 我們是沒有假日 像我今年幾乎沒有休假 辛苦 對 都每天都要工作這樣子 所以很難找 連過年也沒有 對 過年正忙耶 所以神職人員說 不能登過年去春遊 去陪家人 打麻將 算苦口白 那你應該問神啊 為什麼 為什麼別人都去玩了 我不行 不會啦 因為你要從事這個行業就要 其實你心裡面已經做好 這一個認知跟準備 而且要無私的 要捨掉很多 對 聽說你剛過廟宗 腳手沒乾淨 對啊 因為找廟宗不好找 廟宗因為他長時間在廟裡面 他也不能跟客人亂講話 那我之前就有一個廟宗 他手腳不乾淨 就是他會偷東西 那後來呢 我抓到他偷東西 他還下跪 那我就讓他離職 我也沒有告他 但是就是要品性好 第一不能跟這個信仲亂講話 比如說他不會解遷 他亂解一通 這個都會誤導信仲的一些 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廟宗可以投資什麼 很多 他還會 像我都有辦法會嘛 那有一些法師的經書 他會去偷拍那個內容 然後呢 經書偷拍內容 這有關係嗎 有啊 他可能要利用那一種內容 去做什麼自己用的 你不要看道長 他們如果說修為不好 也會假這一個名義 去做一些歪曲扭巴的事很多 包括我們本身 我本身 我講每一句話 都要對信仲是負責的 那那一個廟宗 就我們有一個水晶的 一個供養的燈台 然後他就 那個是法 我的法師拿來供養給菩薩 他就擦神桌 擦一擦就拿回家了 那因為我都有監視器嘛 那後來我們開會的時候 他拿來回家要什麼 貪念啊 就是人有時候會有貪念啊 所以我們在宗教裡面 就是要相信有報應 有神佛 然後就是要 就品格品性要很好 你說你剛才那個信仲 卡定位來說 以前要清聖的嗎 超多的 我那邊很多 就是說要跟廖老師見面 要排約 可是排約要等比較久 他就說 我很想自殺 我不想活了 怎麼樣 像我最近有一個師姐 就來上班沒幾天 就有一個信仲又來了 他們很喜歡就是 把他們的悲慘的故事講一遍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出處 然後需要訴苦 然後就跟他說 他說要見我 他說老師最近過年很忙 可能現在沒有排行程 在探員程這樣子 他就說我不想活了 我想自殺 然後我們這個師姐剛來 他就很苦活婆心 勸他很久 大概勸半小時 叫他 請他不要自殺 然後結果他就